接下來要叫做太陽日跟恆星日 地球自轉一週叫一天 有兩個一天 一個叫做恆星日 一個叫做太陽日 有兩個一天 問題一 你怎麼知道地球已經轉一圈了 你從來沒有感受到地球再轉過 所以當然就不會感受到地球有轉一圈了 那請問你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地球轉一圈了 有什麼方法你可以知道地球轉一圈 什麼方法 柏柯白 柏柯白不對 不知道 好了我告訴你答案 遠處參考點 來 柏柯白 你們後面有一張黃色的 不靠我的紙 他現在在我前面 他又回到我前面 表示我已經轉一圈了 OK 他現在在我前面 又回到我前面 表示我已經轉一圈了 所以遠處參考點 連續兩次出現在相同位置 就表示我已經轉一圈了 如果你參考的是太陽就叫做太陽日 你參考的是恆星就叫做恆星日 OK所以你看太陽 太陽現在在這裡 轉完又回到這裡 那叫做一個太陽日 恆星現在在這裡 轉完又回到這裡 那叫做一個恆星日 看太陽的叫太陽日 看恆星的叫恆星日 地球自轉一周叫一天 你如何知道我已經自轉一周了 遠處參考點 連續兩次出現在相同位置 表示我已經轉一圈了 參考的是太陽叫太陽日 參考的是恆星叫做恆星日 所以恆星兩次通過在直路線叫做恆星日 太陽兩次通過直路線叫做太陽日 你也可以說從今天日出到明天日出 或者今天日落到明天日落是一個太陽日 不過天文學上取的是通過直路線 為什麼 因為直路線高不會被擋到 直路線在天上高的不會被擋住 那個日出日落在平面上 地平線上會容易被擋到 所以天文學上使用通過直路線 好這樣叫做一個趟日 這我們就兩個日 兩個一天 這兩個一天沒有一樣長 這兩個沒有太陽日比較長恆星日比較短 我現在過日子是用太陽日在過日子的 所以用我們太陽日過日來看 就是恆星每天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為什麼 因為地球會公轉 因為地球會公轉的關係 所以恆星每天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所以恆星會每天提早四分鐘升起 因為地球會公轉的關係 我們有兩個一天 一個叫太陽日 一個叫恆星日 這兩天沒有一樣長 太陽日比較長恆星日比較短 那麼差多少 約一約差四分鐘 我用太陽日過日子 所以我們說恆星每天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解釋 來 我們有遠處的恆星 然後呢 我們有太陽 我們這個綠色線就表示在前方 表示通過植物線 如果地球不會動 那我轉一圈 又回到在我的前面 對不對 右邊轉一圈還是同樣地方 左邊轉一圈 或是同樣地方 就一樣 都是在透過植物線 所以太陽日跟恆星日會一樣長 但是地球會跑 地球會跑掉 那麼恆星是無限遠平行光 所以右邊轉一圈 它還是在植物線 可是左邊太陽轉一圈就不在前面了 我們說畫在前面 表示通過植物線 對不對 所以不行 我要多轉一點點 多轉一點點 所以呢 太陽日就要怎樣 比較長 恆星日會比較短 差多少 差角度 上面有一個綠色加紅色的角度 下面有一個兩邊都是紅色的角度 這兩個角度 內錯角相等 也就是 地球要多自轉 底下紅色的角度 才會回到太陽日 底下紅色的角度 又是地球公轉一天的角度 地球公轉一周 365又四分之一圈 所以有這麼多分之一圈 大概一度 大概就是大概一度 所以就去乘地球自轉一天 二十四小時 一小時六十分乘完去 大概四分鐘 所以 我們的 恆星日比太陽日短 大概四分鐘 我用太陽日過日子 所以叫做 恆星每天提早四分鐘升起 這就是解釋為什麼 因為公轉就會造成 太陽日跟恆星日不同 老話一句 聽得懂 很好 聽不懂就給我 十倍 我背下來 好 那麼 基本上 地球 剛才講過 你會有不一樣 是因為地球在公轉 但是地球公轉速度沒有一樣快 近日跑得快 遠日跑得慢 這個在高中會變成 克普勒三大行星定律之一 你高中在京弄 國中就最多只要記住 近日跑得快 遠日跑得慢就好了 所以 太陽日每天都不一樣長 於是我們就取平均值 叫做平均 太陽日 這就是這學期 理化一開始教的那個平均 太陽日 二十四小時 一小時 六十分一分鐘 六十秒那個東西 所以有個平均太陽日 原因是因為 每個太陽日都不一樣長 因為地球公轉速度沒有一樣快 今日跑得快 遠日跑得慢 只有是有關於 跟各位說明 太陽日跟恆星日的狀況 OK